HELLO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牛敦運動定律的中間那一集 上一次我跟大家介紹了牛敦第一和第二定律 今次我們會嘗試用這些定律來解決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上集的內容 我們上一次講到所有物體都傾向維持本來的運動狀態 而這個維持運動狀態的傾向就叫做慣性 一個物體的質量就會反映它的慣性有多厲害 量度質量的時候可以用KG做單位 另外我們也介紹了牛敦第二定律 這個定律指出 Fn 等於 Ma 其中 M 是一個物體的質量 A 是它的加速度 而 F 就叫做淨力 是指所有作用在它上面的力的總和 接著我們就來嘗試把這些知識運用在實際問題上 跟以往一樣,例題是有中英文版的PDF提供 下載連結放在影片資訊上 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了 這一集總共有兩題例題 第一題是直線空間的問題 第二題就是平面空間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題吧 一個質量為0.5kg的方塊放在粗糙的平面上 有一個水平的力作用於這個方塊 令它由靜止開始加速 而這個力的量值是10N 方塊移動的時候 平面是會向它C加量值為2N的摩擦力 然後呢,題目就給了一張圖我們看 那我們首先來整理一下情況 這個方塊本來是不動的 從這幅圖可以見到 好,我們給了一個向右的力距 所以它就會開始向右移動 跟之前一樣 我們首先要問自己兩個問題 第一,原點在哪裡呢? 第二,哪個方向是正呢? 我們可以把原點定在一個方塊一開始的位置 而既然它是向右移動 我們就可以指定向右是正 那就先寫下了 取向右為正 好,接著我們就看看數字 題目告訴我們 方塊的質量是0.5kg 另外,總共有兩個力作用在這個方塊上面 第一個是這個水平的力指向右 所以它就是正10N 第二個是摩擦力指向左 所以它就是負2N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我們要做些什麼了 Part A 求方塊的加速度 關於加速度,我們懂得什麼呢? 我們目前是懂兩樣東西的 第一,我們在上一課學懂了 雲加速運動方程 第二,我們在這一課學懂了牛頓第二定律 那哪個適合呢? 從題目提供的資料來看 我們應該用的就是牛頓第二定律 那牛頓第二定律就說FN等於MA 其中加速度A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也知道方塊的質量M是0.5kg 現在我們就要想一下FN是什麼 FN是淨力,也就是把所有作用在方塊上面的力加起來 剛剛就說了,這裡總共有兩個力 一個是淨10N,另一個是負2N 所以淨力FN就是10加負2 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A 那就寫了 FN等於MA 所以A就是等於FN除以M 其中FN是等於10加負2 而M就是等於0.5 這樣計算出來就可以得到16個MS負2次 所以這個方塊的加速度就是16個MS負2次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Part A 接著現在就來看看Part B 計算方塊在3秒之後的速度 怎樣計算呢? 你想想在方塊加速的期間 作用在上面的兩個力都是行定不變的 所以淨力都是行定不變的 既然淨力是行定不變 那麼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它的加速度都是行定不變的了 換言之 這個方塊是在進行運加速運動的 那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用運加速運動方程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數一下 關於這個運動的SUVAT 我們知道什麼呢? 回頭看看題目 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方塊是不動的 所以U就等於0了 另外我們現在想知道的是它3秒之後的情況 所以就有T等於3 在這段時間我們剛剛計算到它的加速度是A等於16 然後我們想找的就是它最後的速度V變成了多少 所以U等於0 T等於3 A等於16 而我們想找的是V 那麼在運加速運動方程裡面 有哪一條是包含U V A和T的呢? 那條就是V等於U加AT了 解開這條式我們就可以找到V了 V等於U加AT 我們知道U等於0 A等於16 T等於3 計算出來就可以得到V等於48個MS負一次 所以呢 這個方塊在3秒之後的速度就是48個MS負一次了 那麼我們就完成了Part B了 最後我們就來看看Part C了 如果3秒之後停止C加這個水平力 描述方塊之後的運動 今次呢 我們就想要預測在這個加速的過程之後發生的事 怎麼預測呢? 其實牛頓已經將我們需要知道的所有東西都說了給我們聽了 首先牛頓第一定律告訴我們 這個方塊是有慣性的 它是會傾向保持它的運動狀態 那麼它的運動狀態是怎樣呢? 就是這一刻它正在這裡以48個MS負一次的速度向右移動 所以呢 它就會繼續向右邊移動 除非受到某些力的影響 那麼它會不會受到某些力的影響呢? 是會的 題目說 假設C力於3秒之後停止 所以這個向右的10N的力就消失了 但是同一時間題目都說 方塊移動的時候 平面是會向C加量值為2N的摩擦力 所以這個向左2N的摩擦力就仍然在這裡 既然是這樣的話 現在作用於方塊的靜力就是向左2N 所以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這個方塊現在的加速度是向左的 換句話說 這個方塊就會開始減速 最後逐漸停低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了 由於方塊有慣性 它會在C力停止之後繼續向右移動 但是它也會受到摩擦力的作用而逐漸減速 在移動一段距離之後就停下來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題了 好了 剛剛我們說了很多東西 在繼續做下一題之前 我們首先來整理一下 將ABC三個部分加起來 整件事的大圖畫是怎樣的呢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方塊是不動的 它就靜止了在一個粗糙的平面上面 我們就向它施加了一個向右的力 令它加速 但是過了3秒之後 就停止施力 接著它由於慣性的緣故 會繼續向右邊移動 但是又受到摩擦力影響而逐漸停止 在整個過程裡 這個方塊總共是進行了兩段的混加速運動 第一段是向右加速 第二段是向左加速 這個就是方塊由頭到尾的運動 不知道這裡那麼長的平面在哪裡找的呢 那麼呢 這一題裡面 就包含了牛頓第一和第二定律的精髓 希望你耐得下 如果你需要的話 都可以暫時停在這裡 慢慢想清楚 然後下一次再看第二題 那第二題是做些什麼呢 剛剛我們就看了一個直線上的問題 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牛頓第一和第二定律 帶進去平面空間裡 所以就請你準備好 把你的Cosetangent拿出來 那就先看看題目 一個質量為0.5kg的方塊 就是在一個粗糙的斜面上滲下去 它的重量是4.9N 如下圖所示 這個斜面向方塊施加了發向力和摩擦力 而摩擦力的大小是1.7N 我們可以在這幅圖裡面看到一個方塊 而題目就告訴我們 它是在這個斜面上滲下去的 現在總共有三個力作用在這個方塊上面 分別就是重力、發向力和摩擦力 重力的大小W是4.9N 摩擦力的大小F是1.7N 至於發向力N是多少呢 我們就不知道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問題吧 我們看到方塊的移動軌跡是一條直線來的 但是作用在方塊上面的力 就不是全部都跟這條直線平衡的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平面的問題 對於平面上面的問題 我們又再一次問一下自己那兩樣東西 第一,圓點在哪呢? 第二,哪兩個方向是正x和正y呢? 圓點的位置就可以定在方塊這一刻的位置 至於哪兩個方向是正x和正y呢? 我們就有很多選擇的 理論上,無論你怎樣選擇 都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 不過我的建議是 如果一個物體的移動軌跡是一條直線 這樣呢? 你就把正x選擇做一個跟這條直線平衡的方向 然後把正y選擇做一個跟這條直線成直角的方向 為什麼這樣選擇呢? 一會我們繼續做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的好處 那我們就先看看部分A 這個是一條熱身的題目 主要的目的都是給你重溫一下第一課第三集的內容 A1是以量值N表示發向力與斜面平衡和垂直的分量 在這裡問什麼呢? 與斜面平衡的分量就是x分量 與斜面垂直的分量就是y分量 換言之,題目要我們寫下發向力的x和y分量 發向力的x分量 你就這樣看就可以知道是等於0 因為它是原y軸的方向指的 同樣你就這樣看就可以知道 發向力的y分量是等於N指向正y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 平衡分量是等於0 而垂直分量就是等於N方向指出斜面的 接著就看看A2了 是以量值F表示摩擦力與斜面平衡和垂直的分量 今次我們就要寫下摩擦力的x和y分量 這樣也是非常簡單的 它的x分量就是F指向-x的方向 而它的y分量就是0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平衡分量是等於F指向上波的方向 而垂直分量就等於0 最後就看A3了 是以量值W表示重力與斜面平衡和垂直的分量 今次就沒那麼簡單 這個重力就不是跟x軸或y軸平衡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少少cos來解決 首先我們可以把座標軸畫在重力的箭嘴上面 然後就想下有哪隻角是我們知道的 你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這個角是等於30度的 現在我們就畫一個長方形 長方形貼著座標軸的那兩條邊就是Wx和Wy 然後我們用三角行數就可以知道 Wx是等於W乘sin 30度指向正x的方向 而Wy就是等於W cos 30度指向負y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平衡分量就等於W sin 30度方向是下波 垂直分量就是W cos 30度方向是指入斜面 好熱緣生了 我們把所有力拆掉做x和y分量之後 現在我們就進入正題了 Part B 求方塊的加速度 我們手上有很多關於力的資料 而我們現在想找的是加速度 所以我們需要那條色就自自然是fn等於ma 那這條色怎麼用呢? 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在第一課第四集裡面講過 我們是可以將x和y分開來考慮 換句話說 我們是可以只看這條色的x分量 那就來試一下吧 這裡總共有三個力 n w 和f作用在這個方塊上面 令到它有一個加速度a 這三個力和a之間的關係 就是fn等於ma 其中fn就是這三個力的總和 現在我們就只考慮這條色的x分量 也就是說fn的x分量等於ma的x分量 然後fn的x分量又等於n w和f加起來的x分量 剛剛我們就說了 nx等於0 wx等於w sin30度 而fx等於-f 如果你看看題目提供的數字 就可以找到w等於4.9 f等於1.7 和m等於0.5 這樣呢 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a 等於x 那就寫下了 考慮和斜面平衡的方向 取下坡的方向為正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有fn等於ma 沿著x軸的方向 fn等於w sin30度-f 這樣就可以計算到a等於w sin30度-f除以m 放回所有數字進去就會有4.9 sin30度-1.7除以0.5 按一按計算機就可以讀到1.50ms負二次 所以這個方塊的加速度就是1.50ms負二次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part b 最後我們就來看part c 求法向力的大小 也就是說 今次我們就想找n等於多少 n是一個與y軸平衡的力 所以如果想找出它等於多少 今次就要考慮y軸 那就來試一下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如果我們只考慮這條式的y分量 那就有fn的y分量等於ma的y分量 跟著fn的y分量 又等於n w和f加起來的y分量 從part a我們就可以知道 還有ny是等於n 而wy是等於fwcos30度 還有fy是等於0 另外由於這個方法是沿著x軸運動 所以加速度a的y分量就等於0 現在我們看一條題目提供的數字 就可以找到w等於4.9 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n 這樣就寫下了 考慮與斜面垂直的方向 取指出斜面的方向為正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有fn等於ma 沿著y軸的方向看 就有n-wcos30度等於0 所以我們就可以計到 n等於wcos30度等於4.9乘cos30度 計出來就是4.24N 所以發向力的大小就是4.24N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Part C 好了 那今天又說了很多東西了 回去慢慢消化吧 在結束之前 我就想加一個小小的助腳 我是為了清晰地講解 給你聽這裡每一步發生什麼事 所以才用這些好像很複雜的符號 實際上當你做練習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不用寫這麼多東西的 如果你很清楚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的話 左邊這一大堆東西 就可以簡化做一句 你只寫 wcos30度等於0 就可以了 而右邊這一大堆東西都可以簡化做一句 你只寫 n-wcos30度等於0 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禮題就做到這裡了 記住不要只聽我說 你自己都要動手練習的 你聽我說這些東西是我的 自己動手做這些東西就會變成你的 好了 那下一集就是這一課的最後一集了 那時候我會教你什麼是牛頓第三定律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